两声敲门 让刚进办公室的齐大夫抬起头 看到齐悦靠着门笑 周末回家去啊 忙什么呢 好几周不回家 齐父说道 齐悦笑着走进来 我这周回去 家里不会再凑桥有客人了吧 他问道 转着桌上的笔 你妈也是担心你 齐悦笑道 你都快要三十了 爸爸二十九二十九 离三十还有一年呢 别把你女儿说得那么老 你是正月生的 年早已经过完了 正月生的也没到三十呢 反正你们别管了 不能因为我前男友结婚了 我就要结婚啊 哪有比这个大 随便你吧 我不管这个 齐悦转了会儿笔 爸 他喊道 又迟疑一下 齐父看着他 你总说 梦境真实 最真实 能真实到什么地步 齐悦斟酌一下问道 齐父笑了 靠在椅背上 稀罕呀 吕姓大过天的小齐大夫 竟然会说这个话题了 他笑着问 一面带着好奇 什么梦 说来听听 梦见我中大奖了 齐悦说着 推桌子站起来 齐父笑了 太不好意思了 说说有什么 他笑着 看着齐悦要往外走 你刚来 你刚来还是要回去 今天的急诊室中八二 刚往你们这里送了个病人 什么病 话音未落 走廊里已经有人在说话了 开什么玩笑 研科的病人 怎么往这里送 齐悦冲父亲做个鬼脸 转身出去了 走廊里 一个大夫正在看着病例 旁边跟着沉着脸的病人家说 卢主任 是这样的 我们值班会诊这个病人 可能颅脑有些问题 齐悦说着走过去 卢主任 看他一眼 小齐啊 我们做过脑部CT了 病人家属说道 将袋子晃了晃 带着粪粪 我看过了 CT没问题 你看看 你看看 就是为了让我们多做检查 已经白做了一个CT了 还没闻 病人家属急了 高声说道 伸手指着齐悦 卢主任 现在的年轻大夫怎么这样啊 除了检查 什么都不会嘛 一心要多提成嘛 明明看得出来的病 非要折腾我们 做这个做那个 这边的动静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走廊里的人都看过来 还有人从办公室走出来 看到齐悦 原本不在意要进门的彭家海 停下脚 齐悦也从办公室出来了 他也是为你好 能确定没有这个病 不是更好 他忙在一旁打圆场 除了做检查 你们别的就不会了 离了机器 你们还能干什么呀 其实 能做这些检查 多幸运 也多幸福啊 齐悦喃喃的说 家属呸了声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这其中的道道 另一个家属说道 伸手从卢主任手里 扯过病例和片子 他要走 又停下 凑近齐悦 齐父下意识的 挡在女儿身前 胸外 齐悦 病人家属看着 齐悦的胸盘 念叨 我记下了 投诉你 这位同志 这位同志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齐父忙拦住他 齐悦也忙转身相拦 现在胖了 完了 不给你们点教训 你们就不知道 什么叫畏惧 同志 你的父亲的病 的确有些不妥 绝对不只是白内障眼睛看不清的 齐悦没理会他的话 而是说道 哼 我说 你为什么非要这样说 啊 别的大夫不是说没事吗 眼常规不也正常吗 你父亲是不是最近会有头疼的症状 齐悦没理会他们的嘲讽 而是说道 停顿下 伸手指了指头的右边 右边疼 没有 家属没好气的说 你再好好想想 再好好问问病人 你怎么知道的 谁告诉你的 我可没听我父亲说 我 我从脉象上看出来的 脉象 别说家属愣了 就连其他的大夫也都愣了 家属抬头 私下看 伸手挖了挖耳朵 我没造错吧 这不是中一步吧 同志 我说真的呢 不是跟你开玩笑 你父亲虽然说不清楚 但是我给他诊卖 神经病 家属打断他 扔下一句 甩手就走 喂 齐悦忙喊住 还要追 被其父一把拉住 其父冲他摇摇头 卢主任也摇摇头 老卢啊 你看这事 其父对他带着几分歉意 说道 算了 没事 年轻人吧 难免冲动点 卢主任说道 其父对他笑着道谢 小齐啊 跟你父亲再好好决决 将来来咱们脑内 卢主任说着 拍了拍其父的胳膊 放心 投诉的事我会去处理 楼道里的人散去了 彭家海站着没动 看着这边 看着这边 若有所思 彭大夫 有人喊他 彭家海回过神 看那边 齐悦和其父 说了两句什么 走了 小齐大夫 还兼修中医啊 他忍不住地问 旁边的大夫 笑着摇头 小齐啊 可是眼睛 蜥蜴的高材上 别跟他说中医 当时中医部的药房 可是被他差点 搞得亏损 他呀 胸外小块刀 才不会学什么 慢廊中呢 彭家海嗷了声 又看了眼 走廊里 那女人挺直的背影 拐进楼梯 不见了 这件事 没有给齐悦 带来什么影响 因为是中班 所以下午上班的时候 他就下班了 手机叮叮咚咚的响 齐悦一边开门 一边接电话 喂 我知道了 我这就去大采购 你们想吃什么 我就给你们做什么 好好好 都地主 行行 你要的红酒 我记着呢 他说着 开门关门 换鞋进了屋子 脚不停的 就进了厨房 拿出购物袋 重新换了衣裳 便再次走出门 这边黄英挂了电话 一出门 差点碰上了人 黄姐 什么事这么急啊 彭家海笑道 哎 彭主任 查房了 黄英看到他 更高兴了 你今晚没事吧 彭家海想了想 没事 国内就我一个人 一个人吃饱 全家不饿 黄英笑着拍他的胳膊 好好好 那跟我们去吃饭吧 那 这次我买单 总是吃你们 不好 不用 聚餐 在月亮家 月亮 哦 就是小齐大夫家 小齐大夫做的一手好菜 我们常去他那里 黄英冲他几几眼 小齐大夫 彭家海点点头 这是不知道 唐突吗 哎 唐突什么呀 同事嘛 一回生二回熟 啊 那就这样 说定了啊 彭家海刚点点头 病房里就一阵忙乱 彭大夫 急诊室送来的病人 护士喊道 彭家海与黄英忙去了 送来的患者六十多岁 已经昏迷 吸氧 点滴都已经被急诊医生挂上了 但整个人明显还是不行了 很快报告出来了 急性期脑梗死 看来今晚的聚餐 我能去了 彭家海对黄英说道 你快忙吧快忙吧 黄英也忙说道 家属们陆续赶到 病房里乱成一团 彭家海准备手术 跟一个刚赶过来的家属 撞了碰头 那男人显然悲伤过度 失魂落魄 跌跌撞撞的哭着喊着 爸 爸 怎么回事 中午回去时 很好好的 要走进手术室的彭家海 不由愣了下 回头看去 那个正抓着病人 传哭喊的男人 正是中午的那个男人 我怀疑是颅脑有问题 MRI查过了吗 同志 你父亲是不是最近 会有头疼的症状 那个女人伸手指了指自己的头 又变疼 彭家海快步跨进手术室 看到悬挂的茶片 又枕夜 挤左小脑半球 多发压极性脑梗死 夜色降下来 齐悦的家里正是热闹的时候 客厅里 一边放着电影 另一边 逗地主 打得正开心 厨房的隔断 本身就是个小吧台的造型 此时 摆满了 红酒 啤酒 香槟 以及各色的小吃拼盘 齐悦拿着一罐啤酒 倚在沙发上 哎呀 你傻呀 错了错了 他拍黄鹰的肩头 黄鹰脸上 贴着四五张写着字的条子 甩着尖头 别吵别吵别吵 他也喊道 伴着对手的牌出完 他一声哀叹 来来来 我给黄姐亲自贴这张 对家乐呵呵的说 从一旁的盘子里 捡起一张写有 我是天下第一大美人的条子 给黄鹰贴上 哎呀 笨死了 我睡了这一年 你呀 是一点掌劲都没有 齐悦笑着 推着黄鹰的头 走开走开 黄鹰不服气的说 重新洗牌 再来再来 齐悦笑着走开了 晃了晃手里的啤酒 没了 便又拿了一瓶 环视了下热闹的屋子 慢慢地拉开门 走到阳台上 初夏的风 徐徐地吹来 从八楼的露台看去 整个城市收纳眼钟 身后玻璃门里 说笑声音乐声传来 身前是眼花缭乱的 城市迷红 齐悦抬起头 天上依稀可见星辰点点 干杯 他伸出手 举起来说道 玻璃门猛地被拉开 齐悦吓了一跳 哎 月亮 你在干嘛呀 哦 没什么 对月喝酒 黄鹰切了声 他换了换手里的手机 那个 我邀请了个同事 原来他来不了 现在又来了 方便吧 方便 你的同事不就是我的同事吗 啊 好 那我去接他一下 他找不到地方 黄鹰说完 转身跑出去了 喂 齐悦忙喊住他 指了指脸上 你要这样子出门 吓死你的同事啊 黄鹰大笑 伸手扯下脸上的条子 喂 喂 不许扯 就这样出门 那边的同事不干了 启哄喊道 屋子里笑闹一片 齐悦深吸一口气 看了眼夜空 仰头喝了一口酒 梦吧 是梦就要醒的吧 他抬脚进去了 黄鹰带着新同事进门 让大家很意外 哈 彭大帅哥 稀客稀客呀 有人喊道 齐悦也有些意外 刚下了手术 过来捆个饭 先笑了 彭家海说道 微微低头失礼 彭必生辉 齐悦笑着 一面招呼进来 这边有酒 你喝哪个 我再给你热热菜 不用忙了 喝点酒 吃点小菜就可以了 别客气 别客气 月亮啊 我同事交给你 做东道主了啊 黄鹰说道 一面茫茫的 拽着旁边的同事 走走 我们接着打 我就不信赢不了 大家笑着 便各自去了 彭家海迟疑一下 站到小吧台 齐悦打开灶台 有什么忌口的没 他回头问 啊 没有没有 自己拿杯子 喝什么 自己来吧 别拘束 他们在我家都这样 齐悦笑道 用下巴点了点 彭家海笑着 应声势 自己拿了杯子 看了看 倒杯红酒 齐悦看到了 想了想 从冰箱里 拿出牛排 彭大夫 在哪里上的大学 哥伦比亚 彭家海说道 晃动着酒杯 灶台上 牛排放入黄油中 滋滋的声音响起 哇 高材商啊 不敢不敢 哪个学校 都有高材商 也有低等商 齐悦回头 看他笑 多谢夸奖 彭家海笑了 叮叮咚咚的电话 突然响了 谁的电话呀 月亮 你家的电话响了 齐悦看着油锅 我来吧 彭家海说道 放下酒杯 齐悦笑着 将锅铲给他 忙向电话走去 接完电话再回来 彭家海围着围裙 正力所地翻锅 我来吧 怎么能让你这个客人 自己动手 我来吧 客人不请自来 自己动手吧 彭家海说道 右左右地看 烤箱 齐悦打开烤箱 将铁盘摆好 想到什么 又去打开冰箱 采椒还是土豆 他从冰箱门后 探声问 采椒吧 这边的同事探头 看到了 哀哀两声提醒别人 大家都看过来 厨房里 高高瘦瘦的男人 围着围裙 煎牛排 身穿浅灰色家居服的女人 将摆好的菜 放进油锅里 习惯性地吹了吹手指 不知道说了什么 两个人都笑了 黄姐 你说成多少没了 狗修几层功德塔了吧 有同事 有同事笑道 有同事笑道 脸上重新贴上纸条的黄鹰 得意地抬抬下巴 那是 这海龟怎么样 看上去倒是人模人样的 另一个带着几分不放心 咱们月亮 可不能再给猪拱了 我办事 你们还不放心吗 怎么 也比吴建峰那混蛋强 要家事有家事 要模样有模样 要学历有学历 我告诉你们 我们科里的人 虎视眈眈的多了去了 黄鹰说到这里 挑了挑眉 哼 但是 姐姐我 先下手为强 大家哈哈笑起来 呵呵 姐姐 请受我们一拜 呵呵 姐姐 请受我们一拜 他们齐声说道 黄鹰哈哈笑 呵呵 姐姐 你又输了 大家又说道 这边的笑闹声 让启悦和彭家海 回头看 你的朋友们不少 是啊 我人真不错 彭家海笑了 你是不是 喜欢自己夸自己啊 齐悦微微睁了下 含笑点点头 我怕别人 不好意思说出来 就替他们说了 齐悦笑着 将烤箱里 保温状态的牛排 拿出来 彭家海笑着 将煎好的彩椒摆盘 来来来来来 谁还要尝尝 正宗的哥伦比亚牛排啊 齐悦笑着 端着两个盘子过来了 两边都举手 齐悦将两个盘子 以及刀叉 给他们摆过去 众人又取了 各自要喝的酒 纷纷对彭家海道谢 彭主任 以后你可要常来呀 咱们又多了一个大厨了 嘿嘿 大家笑道 彭家海也笑着应声好 其实我也就会这个 他笑着 一面喝着红酒 说笑一会儿 借着倒酒 回到小吧台前 齐悦正伸手拿啤酒 红酒 他顺手给他 彭家海道谢 报了半杯 那个病人 没抢就过来 他呼的说道 啊 齐悦不解地看着他 果然是裸脑问题 真的 猜对了